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乖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海军季光军舰升到期 完全显现军纪败坏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海军成功级季光军舰在上个月16日 停靠在基隆码头 在执行升旗仪式的时候 突然升上到期 这么重要的场合 既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尾师 可见这个季光军舰军纪幻散 舰长绝对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的部队也曾经发生过升旗勤务的尾师 自从我强力要求之后 到我离开那个单位共两年的时间 完全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升旗勤务的尾师 所以我在这里可以很大胆的预测 这个季光军舰的舰长肯定是一个好人 完全不会要求内部管理相关事项 舰上的弟兄应该过得非常快乐 升旗典礼是非常重要的场合 这一点大家应该都不会否认吧 从国小阶段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到了军队之后 各级长官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 连旗我们都非常尊敬了 更何况是国旗 今年5月的时候 也有某个连队在降旗前半小时 全连士官被连长叫到升旗台发站 因为早上执行升旗勤务的时候 有一个士官抓了一个空档 滑了一下手机 正巧就被连长发现了 为了让官兵更了解升旗勤务的严整性 连长就在降旗前跟所有士官做了一个机会教育 连长讲完话后 连士官督导长也出来训化到184洞时 还影响到了全连外散述的离营时间 可见升旗勤务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一个200多人的军舰 边接上校的舰长 竟然还可以发生这种升到旗的状况 真的是太夸张了 应该要把你拔掉才对 那我是用什么方法让我的部队 不再发生升旗勤务的尾施呢 还记得我到某个部队报到的时候 有两天的交接时间 就在第二天升旗典礼 会场指挥官下达升旗敬礼口令后 过了20秒都没有看到国旗升旗 找个人上去升旗台看看 才知道那个升旗手靠着旗杆睡着了 因为我以后也会担任升旗的会场指挥官 如果发生下达口令后 国旗没有升上去的话 这也太丢脸了吧 而且会让人家感觉我的部队没有纪律 我个人不会要求部队 所以我对自己发誓我绝对不要让这种尾施出现在我身上 我的方法就是增加一个事官代班 只要出现相关尾施 两个人就惩处罚勤十日 不知道是我人太机车还是罚勤十日太可怕 我在那个单位两年都没有发生升旗勤务的相关尾施 讲到升旗勤务的尾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某个营区看到最夸张的升旗勤务尾施 因为资源的关系 我到了一个陌生的营区 第二天的升旗就发生一点小状况 也是升旗的士兵在升旗台睡着了 一下来当然就被这个大我一年的学长狂电了一顿 我就问学长说 学长你都没有叫一个事官代班 这样很危险 一不小心他就睡着了 他还跟我说 我的士兵都很有纪律 明天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我叫刚刚那个士兵明天再上去升旗 学长这么一讲 让我第一次这么期待升旗典礼 学长一声令下升旗敬礼 旗子是升上去了 也没有到旗哦 结果是升去右边的那根旗杆 全场的人都傻眼了 学长赶快叫一个班长上去 把国旗升到正确的位置 自从那次之后 那个兵再也没有上去过升旗台了 对于海军倒升国旗这件事 海军舰队指挥部表示 会持续加强训练 避免泪安再生 我说你海军舰队指挥部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还是你到高师太久了 完全忘记基层连队在做什么了 这件事很明显嘛 就是军迹患散 内部管理要求松散嘛 跟加强训练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副舰长不是管家婆吗 我觉得他整个严重失职 应该要检讨益处 以上是我针对海军激光军舰升到期 完全显现军纪败坏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小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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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